各位4.2的課題我們叫ERROR 中文叫誤差 這一課是英文課題 不過其實都頗難學的 概念頗深深 所以這段影片我會繼續用中文講的 這一課也有很多專有的名詞 要大家學的 第一個叫做MAXIMUM ABSOLUTE ERROR 中文叫最大絕對誤差 這當然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概念頗深的 我想用下的圖示範 我會說一下什麼是MAXIMUM ABSOLUTE ERROR 大家最好明白的是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有幾個機械人在這裡 後面有一把間尺 其實我想用這把間尺去量度 這些機械人的高度 不知道大家可否想像到 雖然它們好像也有不同的高度 不過如果用一把這麼沒用的間尺 我定義為沒用 因為它都頗疏的 一格是1cm 不知道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四個機械人 其實應該用這把間尺去量度 應該只可以當這些機械人 全部都是幾多cm 是不是都是4 為什麼是4 因為這個高度 它是近4 雖然它好像有 是否正確是4 都要看一看才知道 這個 它介乎4和5之間 都可以當它是4 這個 它介乎是3和4之間 但是它近4多一點 都是4 這個如果拼過去 就帶它拉條線去看 它都是近4多於近3 所以這些機械人 我們叫做measured value 即是量度值 用這把間尺去量度 其實全部都是4cm 但是當然你會看到 用這把間尺去量度 它們是4cm 實際當然不是 這個4和它的實際高度 是否有個誤差 那個誤差 我們叫做error error就是誤差 可能這個誤差會比較少 因為跟4很近一點 可能這個機械人 實際只有3點多 不知道多少 就量度到4 因為它近4多一點 可能這個機械人 用這把尺的error 就會大一點 我想大家想想 如果用這把間尺 量度 究竟它的誤差 最大最大是什麼 其實正正就是 現在我們說這個概念 就是maximum absolute error 用這把間尺去量度 不知道大家可否想像一下 其實如果機械人 在這個範圍之內 其實應該全部量度到4 不知道大家明白為什麼 如果機械人高度是這裡 它近4多一點 那它也可以量度到4 它不可以量度到4.3 因為它沒有黑度 只可以量度到4 當然它不會是5 因為它近4多一點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其實呢 如果我用這把尺去量度 最大的誤差 應該是半格 半格的概念 希望你現在明白就最好 不明白是正常的 不明白 上課再講清楚一點 為什麼誤差最多是半格 譬如如果機械人在這個位置 你也會當它4 近4 你也會當它4 那誤差就是這麼多 當然如果機械人高度到這裡 你不會當它4 因為它近5多一點 你會當它5 所以其實它的誤差 無論你把間尺去量度 其實它的誤差 是不會超過半格的 半格 這個最大的誤差 就是半格 半格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2分1 2分1成這個叫Scale Interval Scale Interval 我們叫做黑度間距 其實這個就是一格的距離 所以如果你用這把間尺去量度 我們叫做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將它一格的長度 除二 所以這把間尺量度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一除二 因為一格是一 半格 就是一除二 再舉例子 例如現在我用很多不同的間尺 這把間尺量度 最大絕對不差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將一格是1 1CM 就是一除二 這個就是一除二 如果這把間尺量度 你會看到黑度是否比較密 一格是多少 一格是0.5 原來用這把間尺量度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半格 0.5除二 好 再看看這把間尺量度 是否更密 一格是0.1 那用這把間尺量度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0.1 除二 即是說 原來這個Maximum Absolute Error 是和你量度什麼是沒有關係的 最重要是你的量度工具 我們叫Measuring Tools 你的Measuring Tools 一格是多少 當然是密一點 那一格是小一點 那最大絕對不差就會小一點 所以這個數目是視乎你的量度工具 不是看你量度什麼 好 至於什麼是上限下限 不如我們看看一個例子 例如現在這份NOX的第一版 例如現在這裏 全部機械人用這把間尺量度工具 你都會當它是4cm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剛才說了 就是和間尺有關 就應該將黑度1cm 一格是1 將它1除2 所以最大絕對不差 我們叫做0.5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好,至於上限下限 這個待會才會說 這個叫做Lower Limit 和Upper Limit 我待會再看 那原來是什麼呢 之後就想說 好了,下面還有兩個關係 一個叫做Relative Error 相對不差 一個叫做百分不差 百分不差 Percentage Error 那沒事的 舉個例子 譬如現在 我當作 現在這些機械人 全部量度到4 將Maximum Absolute Error 除回它的Masuring Value 這個逆一逆選 答案 Relative Error 就是1% 0.5除4 因為4是量度值 好 百分不差 只會將這個叫做Relative Error 做回同一件事 不過將它變回百分數 成分100% 這個按機就可以了 0.5除4乘100 答案是12.5 百分之就要寫 好 至於何謂 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就像現在這樣 剛才我說了 其實這些大機械人 用這把鞋子量度到4cm 實際上 它的最低高度 我們稱為下限 Lower Limit 其實這個3.5 0就是 4-Maximum Absolute Error 4.5 0就是 4加0.5 就是把Masuring Value 加回 Maximum Absolute Error 意思就是說 用這把鞋子量度到4cm 實際上 它最低最低就是3.5 最高最高就是4.5 它不會4.6 如果機械人真的4.6 其實它的量度值應該是5 因為它比較近5 如果機械人到3.4 實際是3.4 它是不是比較近3 那麼它的量度值就是3 意思就是 如果它量度到4 實際的高度應該是3.5至4.5之間 這個最低的數 我們的下限就叫Lower Limit 認一下這個字 這個我們叫Upper Limit 也有些難度 不如看看一些例子 先講講發生什麼事 好像現在有一個人 就用一個Stop Wash 用一個秒錶 去量度一個時間 它一量度出來 就量度到3.32 好 原來你每一次看這題目 最重要是看這句話 Correct to 什麼 原來Correct to 什麼 這個正正就是Scale Interval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黑度間距 就是一格是多少 原來這個是在反映量度工具 就是這個秒錶 一格是多少 現在Correct to the nearest one second 即是一格是一秒 一格是一秒 所以Maximum Absolute Error很簡單 就這樣把這個1 除2 剛才我講過 何謂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兩個中文字 半格 你的量度工具 半格是多少 所以一格是1 1除2 0.5 好 現在量度到332 即332秒 量度到332 實際 即是說 實際下 我們的Lower Limit 或者Upper Limit 就將332 加回0.5 就是Maximum Absolute Error 一個是加 一個是減 就算到這個範圍 即是說 量度到332 實際 實際時間 應該在這兩個數字間 大概是331.5 至332.5 之間 Lower Limit 就是減一減 Upper Limit 就是加一加 好 這一題 一樣 它現在給了一個 我們叫Scale Interval 給你 Scale Interval 是 剛才說的黑度間距 這是另一種表達方式 即是說 我量度100元 60元 一個是長度和寬度 一量度就量度到這個 一個量度到15.3 一個量度到7.7 那麼 黑度間距是0.1 即是說 我間尺一格是0.1cm 所以A part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和前面的無關 最重要是黑度 一格是0.1 除二 剛才說過 半格 0.1除二 0.05cm 好 實際的長和實際的寬度 是多少呢 不知道 量度出來就是這兩個數字 他現在問Lower Limit 將每個數字都減回0.05 剛才說 將每一個量度出來的數字 減回0.05 所以你看到了 Lower Limit of the length 即是長度就減了 Lower Limit of the width 又減了 這樣算是兩個數字 C再跟進去問 實際的面積 會不會是110 原來這個有些深的 希望看你明不明白 再解釋給大家聽 原來剛才我們算到 長和闊的Lower Limit 我們叫下限 即是 量度到這兩個數字 實際的長度 最低最低就是這兩個數字 15.25 量度到7.7 實際應該 最低是7.65 原來把這兩個數 成賣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整個鈔票面積的下限 因為長成闊 所以算到116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整個鈔票最低最低的面積是116 即是說 有沒有可能是110 是否應該沒有 因為116應該是最低的數值 最低可能性的數值 即是說 無論如何都不會是110那麼少 所以現在問你 Is it possible 有沒有可能的 實際面積是10那麼低 應該是不可能的 因為它最低最低都是116 即是說它應該比16高一點才對 不會少是116 所以這個110是不可能的 這個也是有點深的 看看能否理解到 盡量理解 好 第三題 又是看到這題目 不用太害怕 雖然是英文題 第一件事 我會減低這句話 這句話叫 Correct to the nearest 0.1ml 即是說 現在我量度一罐汽水 A can of soft drink 現在量度出來的容量是330.0毫升 原來量度工具一格是0.1 即是說 現在我量度這個容量 它只可以顯示什麼呢 就是顯示到 一格是330.0 330.1 330.2 前面是329.9 即是說 它的量度 這個量度工具 量度體積 體積 或者容量 它的黑度 每一格是0.1 即是它可以顯示到 就是這些數字 又是問這個 Maximum Absolute Error 所以每一次都是 求生這個最大絕對五差 就是把 Correct to 什麼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黑度 除以 又是那個原則 半格 記住這個概念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半格 所以把 Correct to 什麼 這個數字 黑度就除以 0.05 好 剛才提過 這個相對五差 相對五差 就是把Maximum Absolute Error 除以 Masurated Value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按機按出來 是一個奇怪的數字 可能你沒有看過 這個叫做 科學紀數法 原來這個 因為數字太小了 原來 這個負四次 就是小數點 向前移回四格 所以就變成這個 用三個 Significant Figures 所以就是0.00152 好 最後這一條 真的深一點 可能也不用做 我上課再教大家 其實它在交代兩個 一個是 量度牛奶 量度牛奶 你看到 是correct to the nearest meal 再量度 orange juice 當然是量度 體積不同 但是 量度工具也不同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一個是correct to the nearest 1 meal 一個是correct to the nearest 一個是10mil 即是說 量度牛奶 應該沒有那麼準確 因為格數比較疏 一格是10mil 即是 他量度出來是10 二十三十 一格是10 這個用一個更準確的儀器 去量度牛奶 一格是1 他現在就問 percentage error 所以各自先求 maximum absolute error 這個計算到 1除2 半格 要求percentage error 就把這個數量度 量度值 150 乘100% 計算到 0.333% 橙汁的 一格是10mil 所以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除2 這個又是半格 5mil 又再把5 除7 8 計算到 0.714 因為乘100% 很明顯看到 兩個數不同 越細 代表什麼意思 越細 代表越準 因為這個是error 誤差的數 誤差越大 就是越不準確 B問你哪個準確 所以應該比較小 所以Milk的測量會比較準確 OK 短片比較長 嘗試理解一下 因為這一課也挺深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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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